二类也就像一个藏库一样 全都寒藏在这个里头 遇到云它就进行 就进行作用 没有云不切运行 云云你看变现出虚空发解 变现出六道轮回 变现我们眼前种种境界 全是阿赖叶变现的 它像一个藏库 像一个资料室 我们齐心动念 它里头就有种子 所以我们要把福的种子 加强 我们念一声佛号 阿里也就落多少种子 这一声佛号 要念得缓慢一点 阿弥陀佛 一秒钟能念几句 三句 三句四句 这四句有多少种子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种子 这个种子是念佛的种子 我们无法计算的 行 真的不可思议 你要怕我这个 这个佛号种子不够啊 我们就加进你 你就这样念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有多少 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可是我们不念佛号 是大妄想的 那就是善业 我业 无极业 搞这个种子去了 这个道理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我们觉得最宝贵的是时间 我这个时间一定用这点佛 我决定不能够浪费在别的地方 我这一生才有救我 别人有多少善根佛的 我们不知道 自己晓得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 不能把自己的精力 时间 精神浪费掉了 如果在浪费这招 卧业上 那就不得了了 卧业已经够多了 天天还要加 你不到我到哪里去 不能再加了 我到哪里去 我到哪里去 我的船都会 没有什么 我到哪里去